各位評審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蔡依哲 我是許柏榮 我是李夢珍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說明是 土解雷射應用 首先 這是我們的大綱 柏榮 柏榮 你有沒有看過星際大戰中的雷射光劍呢 有啊 那光劍超酷炫的 你覺得 它有可能實現嗎 我認為這是可能實現的 假設 我手上這把是雷射光劍 你可以回答我 它的長度有多少 而且它的劍身又在哪裡嗎 這真的是困難的問題 對 以光來說 光是直徑的 它沒有遇到障礙物 它是不可能停止前進 所以它不會有一個固定的長度 而且 光的行進路徑 如果沒有遇到聖色物質的話 你是看不到它 它的行進路徑 而且就是 我們說說的 劍身的部分 剛好 冰水 你的水可以 來 你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中間有一個行進路徑 而水裡面就是散射物質 它反射它的光到你的眼睛當中 所以你才可以清楚看見它的行進路徑 好 說完了光劍 說完了光劍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光 雷射光它的產生原理 雷射光的光 到底從哪裡來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電子從高能階掉到低能階時 它會在此 放出一個光子 而這個光子就是我們雷射光的最基本的檔位 這是我們雷射光產生的基本構造 我們先從最底下幫縫系統看起 它就是所謂的激發來源 它是系統中的提供能量源的一個角色 左邊有一面全反射鏡 右邊有一面半反射鏡 這中間構成的槍是就叫光學共振槍 中間夾的東西就叫活性戒指 而活性戒指呢 它是最主要決定雷射特性的一個東西 活性戒指 它在裡面就是要吸收幫共系統提供的能量 來讓此激發 而在激發的過程中 它會放出光子 在光學共振槍裡面來回震盪 而震盪之後呢 當這光子累積到發射程度時 就會從半反射鏡中 發射出我們所要的雷射光了 雷射光種類有很多種 第一種固態雷射和液態雷射的部分 因為它有一些缺點 所以我們逐漸的被取代 而右上角這張結構圖呢 就是紅寶石雷射 紅寶石雷射呢 它在活性戒指的部分 就是採用紅寶石戒指 而它的幫縫系統就是閃光燈 所以閃光燈就要提供能量給這個 紅寶石戒指 接著第三個是氣態雷射 漢奶雷射 因為它有這些的優點 所以它被應用在測量的部分 而右上角的這張圖片 就是漢奶雷射它的外觀 而二氧化碳雷射呢 它是屬於一個 輸出功率較高的一個雷射 它可以用來焊 切以及打洞 所以它被應用在加工產業 最後一個 第四個半導體雷射 它是所有雷射裡面 最商業化的一個雷射 它因為有了體積小 重量清 價格又低等等的優勢 所以它已廣泛的應用於這些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下雷射的應用 首先要說的是雷射脊弱產品的技術 我們發出一道雷射 我們發出一道雷射關 經壁雷針打到雷雲 雷射關周圍的空氣會形成電漿狀態 而變成一個離子通道 雷電就會說著這個離子通道 打到壁雷針上 被傳導到地面 左右這樣的安徒的差別 就是在雷雲的位置不同 這是遠霸雷雲 這是屬於紫馬雷雲 這種情況不需要一面款設計 把雷射關垂直打入而已 很巧的是我們的組員去參觀 那個新竹超高壓便電署的時候 有問裡面的人員 就是這個技術台灣怎麼還沒有 那人員說 這個因為成本比較高 而且技術還不純熟 所以這個技術台灣目前還沒有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情報區用汽車 大家已經反靠情報區用汽車跟雷射之間有什麼關聯 其實雷射在裡面就是帶一個能量源的角色 我們用雷射促使核融合反應的發生 而產生了大量能量來推動這個汽車 既然情報區動汽車這麼的酷炫 為什麼我們還看到它的喪失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核融合的能量輸入與輸出成本不符合 所以經濟效率比較低 以上呢我們看了兩個雷射的應用 那或許大家覺得沒有很貼定生活 畢竟它不常在日常中看見 接著呢我要介紹這個相信大家一定都看過 就是條碼判圖器 它的原理呢是用雷射光束打在多角鏡上 藉由多角鏡呢反射到條碼 並利用條碼的明暗程度呢 由光感應器做接收並分析 最後顯示於螢幕上 那現在這個技術呢已經廣泛應用於商店中 像是最近很流行的電子錢包也運用這項科技 接著我做個簡單的總結 文明之光雷射它雖然不是全能的 但是它在高科技上的應用呢 仍佔有一席之地 那對於雷射未來的發展呢 我們經過小組討論之後 我們有幾個方向 首先在國防上 它對於那些永和之中的國家來講 雷射武器呢可能是一個新的威脅 那如果大家最近有看電影的話呢 恐龍或許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第二個在醫美上的成就 例如現在很夯的微整形啊 白內障手術都運用這項科技 那我們也期待雷射在這方面呢 可以繼續的發揚光大 最後在生活上 例如雷射映表情呢 帶給我們節省時間 那適用磨玻璃的技術呢 也可以減去我們戴眼鏡的不方便 那以上是我們資料來源 還有圖片來源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評審朱旭欽老師提問 你好 聽完你的報告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 因為這本書是講雷射原理的嘛 所以它的特性都有介紹 你可以說明一下 譬如說 雷射光呢 因為它是從一個能階 掉到下一個能階 而能階它中間的能量是固定的 所以它放出來的波長 是一個固定值 而一個紅光的燈泡來講的話 它是沒有所謂的一個固定能量 固定波長 固定波長 它只是那個波長是在 在紅光的範圍裡面 而雷射呢 它的燈泡 它的一個能量 和波長 是比較集中 比較固定的 所以它的能量 會比一般的 紅光跟泡好大 你都知道 喂 就是 等於一百年前 大家就有做那個 氣體燈的實驗 氣體燈泡 就發現一個一個能階 它也是一個一個 單一波長 就是 都是波長很準的 那個 能階要牽出來 它跟雷射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你打氦氣或奶氣 它做氣體燈點起來 它一樣放出來的波長 也是 有紅光的附陣 那跟泰奶雷射出來的差別在哪裡 呃 我覺得 泰奶雷射它因為是有經過一個 在 在光正牆裡面 有一個做一個光放大的作用 所以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經過光放大作用之後 它這個能量會比 只有電子 月牽放出來的那個黃光 能量還要來的大足多 我覺得應該是有經過那個光放大作用 所以 讓它們有不一樣 可以解釋一下那個 激發放射跟你講的 就是 immail emission跟 spontaneous emission的差別嗎 因為它都是能接藥錢的 呃 不好意思 我可以問一下那個英文 放射就是 呃 你一開始防風系統給它一個能量 而這能量它剛好是 它能夠接受 然後讓它越遷到上一個 更高一個能階 這就是它的激發 然後 然後放射就是 因為電子在高能階的時候 它都會想要回到激態 而在這種的過程中 它就會 以光的形式放出這個能量 然後形成光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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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第一隊不對